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期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特别的音源 我们先来听听看 它给我们的一些听感 大家会发现 它按一个音的时候 它会同时有好几个 两个三个的一起去想 它是怎么去分辨的呢 它是按照音区来 比如说你按的这个音 是同时有这个乐器 Cola和迪隆吉他 都在这个音区之内 那么这两个音源都可以同时去想 如果你按的这个音 它只是在某一个乐器当中的音色的话 那么它只会想这一个 这样三个乐器就想了 同时这边还有一个竖琴 你也可以通过把它这样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有各种各样的乐器 你可以去替换 比如说我们换成这样子的 同时这边还有很多的设置 我们还可以切换它的节奏型 非常好听 我用它做过两首中国风的歌曲 只要你选对 适合的音色 还是非常快捷的 有很多中国风的味道 而且它给的这个loop 很多都是五声音阶的一种爬音 如果你不需要像这种 类似的吉他的声音 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 或者你把它给关掉 把这个给关掉 这是它显示的音区 告诉你哪些情况下是可以演奏的 哪些情况下是不演奏的 同时它这边还有很多随机化的一些处理 也可以通过这键 把它给清除掉 这边是它的一些调整的方式 包括它的rate频率 和它的一些swing的一些感觉 这边是它的音响效果 包括混响 一些EQ delay 都在这边去设置 这边是几个乐器的音量平衡 声响的控制 这个音源非常适合新手去用 因为它给了我们大量的各种节奏型 而且这种节奏型 比较符合我们东方人的这种听觉审美 你可以直接根据你的和声把它扑进去 就可以立刻去使用了 好 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